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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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博也是一个增大的上手难度 哎呀,这板球可惜了 这板球应该是方博一个反冲的机会 这板球的落点并没有像周凯之前的球 能落点那么近底线 一位球员说周凯不止高还有瘦 八一队最瘦的 的确当之无愧 我们看周凯在和方博的比赛当中打得也很有心得 刚才那球发完之后,他预料到方博肯定是反手上手 直接退半步 在中台想和方博形成相持 只可惜是失误了 哎,这两板 周凯的这两板发球后 连续十分 现在是方博把比分反超了 八比六 有一位球迷说 问我迷叔最近想学球 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的拍子 这个咱们在解说当中 关于选拍子的确是 这个要说的比较多 咱们这里先简单说两句吧 如果你是一个入门者的话 你选择球拍 在价格上肯定是入门级的 二三百块钱的球拍就足够了 入门级的球拍的特点就是 性能不需要很突出 但是不能有明显的缺点 也就是说 这款球拍它各方面的性能都比较平均 有的高手会说 这款球拍的事情有点中庸 但这样的球拍完全就 适合你 来作为一个初学者来使用 关于这个器材上 更多的一些知识 我们阿里体育和优惠体育呢 将推出一档有关中康球的栏目 其中关于如何业余球员 如何这个来选择球拍 甚至我买回来来 在节目当中测试各种球拍 超 现在 方博是 9比8 好的 周凯的正手能力啊 正手能力真的是很香 方博还是要注意去这个 去周凯这个正手位的落点的一个时机啊 如果说在周凯有准备的情况下 周凯经常是在这个主动退到中台 形成这种反拉或者对拉相持 高了 高了 方博在这种台内转球的控制上 还是我拍的一支优势 通过这种台内的连续的控制变化 张海在台内出了一个机会球 好球 哈 我们看 本本以为是周凯的一个 漂亮的一个反手拧这个 拧这种斜线的一个得分啊 结果裁判举手失忆啊 是个擦网球擦网球 这个时候出发 八一的球迷可能小小的激动了一下 周凯没有受影响 没有受刚才那个擦网球的影响 这板球依然是反手强势的上手 还是直线 10比10 周凯的最板正手脱身拉失误啊 周凯在这个使用正手的艺术上 也是非常强 很相信自己的正手 在关键时候 非常敢使用他的正手 这个球 周凯切发球 宁拉失误 现在方博 拿下了第一局 方博作为国家队的一名主力球员 在上次输给了周凯之后 肯定 也会有自己的总结 对 这就是刚才方博在相职当中 反手那本非常漂亮的 一本弧线很低的拉球 所以说今天 对于巴一的一个主场来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 的确是遭遇了 很严峻的挑战 在小胖樊战东 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方博 也是 拿下了对周凯第一局的比赛 因为球迷说别奶我伯哥 明白的意思 很多球迷是这样的 他比较担心 他的偶像打得比较好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在说他的偶像 很好 很好 他怕反而输了 我们的球迷这个网友 所谓的毒奶 周凯的一个发球自杀 周凯的一个发球自杀 这一分不容易啊 周凯的强势技术 有一位球迷说 你一输我要紧张地 封过去了 不至于啊 还不至于 这刚刚是比赛 刚刚开始 应该说 刚进入到 开局到终局阶段啊 我们的球员 其实心理挫折都非常好 所以说希望我们的球迷 也要提高一下心理挫折 虽然说现在对 巴依来说 开局不利 但是 还没有到说 非常不利的情况 比赛还 双方的第二盘才刚刚开始 比赛的走势 还并不明朗 可以说 巴依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对战上海中兴 在0比2过后的时候 相信很多球迷 也是非常紧张 但是 巴依对这些球员们 为我们奉献了一场 大逆转的 惊喜结局 当然我知道这个 如果是作为一个球队的 这个铁杆球迷的话 作为一个球队的铁杆球迷的话 看到这个自己的拥护的球队 打得很艰难 肯定心里是难免是要 发光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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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卡在对阵这个 市井赛南单亚军 方博的这个正手位的这种 对拉中完全不落下风 甚至 甚至还有一些优势 一位球迷说 八一 发挥你的洪荒之力 方博翻成为了一个虚物 非常可惜 四比六 在这种双方排内的斗短过程中 周凯还是 在这种控球的细腻度上 还是跟方博有差距 出现了机会 被方博给抢上手了 周凯是凭借着顽强的防守 顶了一板之后 然后退台 转正手 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 白 好球 这就是方博率先拉起来 但是被周凯穿了一条局线 这就是刚才那个周凯的 一板防守反击 现在打到了六比六 可以说周凯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来比分追平 好球 方博的这板侧身拉 不是 一位球迷分小胖赢了吗 小胖在第一局对阵张超的比赛当中 在双方的抢七当中 很遗憾的是输掉了一局 发现我们这个山东鲁能的球迷也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在我每次解说这个咱们八一大商的比赛当中 八一的球迷可以说 在聊天室里一般是处于一个优势的一个人数上 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 但是今天我们聊天室里 我们这个山东鲁能的球迷完全不落下风 为这个博哥加油的 球迷非常多 哎呀 方博可惜了 方博可惜了 这个球是方博的一个机会球 反手甩完之后正手接着甩 可惜啊 动作很连贯 周凯在这局 在第一局失利率的情况下 然后在第二局开局不利 在1比5落后的情况下 可以说 之后发挥的非常好 顶住了压力 好的 方博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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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对方正所为的一个卖写线 这条线实在是太刁了 灯白nis 大家etry 压力 手 animated 店银油 露锓 啦 这条线实在很密切 这场比赛真的是开局就很紧张 周凯这一板下拳短球的质量高 一板死转 一板死转 三脖的反手拧 居然完全没有拧起来 这个球直接是往带上 看这个球怎么犯 长的 周凯居然也是在发球轮 依靠自己的发球变化连拿两分 11比9扳回一局 现在双方周凯对方博的第二盘比赛 现在前两局双方1比1 不知道刚才在聊天室里问我 跟我说迷书我现在心很慌 心跳得很厉害的球迷 现在你的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是不是放松一点了 在我们双方球员的休息阶段 我们还是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 咱们很多球迷都知道 前天许欣向他的女友姚燕 求婚成功 都为许欣的好友 方博在微博上评论说 要我是姚燕的话就拒绝你 让多求两次 结果没想到这条信息 被咱们刘古梁主教练给看到了 爱他的方博 说你要是姚燕的话 那人许欣就得出家了 这是最近 真的就是最近一个比较 可以说我们乒乓球 中国男平的一个很有 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好 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看来 刚才方博的这板这个 节奏变化非常好 在双方的反手相识中呢 他看到周凯啊 退台了 然后他两板都没有发力 球很轻 让周凯借不上力 把这个球都是拖了回来 然后方博找机会 正所的一板侧身下沙板 而且现在方博一上了之后 对这个周凯这个 这种正手的忠远台 这种 这种大力的弧拳球 现在防守的意识也很强 斗短球 请向正手相持 正手相持 周凯的得分率还是很高 刚才说到 方博被这个 国粮主教练怼这个事 我们球迷反响很热烈啊 对 这就是 又在怼我们方博 好球 我们看现在 周凯没打一个好球 在这个八一队的球员形上 他的队友都会站起来 为他加油 八一队的这种 团队的这种 精神啊 团队的氛围 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 我们看那个 周凯啊 这把反手 这把下拳的这个 加转的这把下拳 对方博来说 还是比较有效 继续发 方博的这把球 机会上并不是太好 周凯的白短 虽然出台了 但这个球 还是一个 一个半出台球 所以这种球选择 直接爆冲的话 难度还是比较大 好球 周凯事先就算到了 方博这个 正守卫的 自己在自己正守卫 这个周凯这条外斜线 出正手很漂亮 哎呀 方博现在连续的 正守卫失误啊 这被周凯搬回了一局之后 方博在第三局当中 稍显急躁啊 刚才在一个 对方白短 半出台的时候 他选择了直接爆冲 难度稍大 但是刚才这个球 完全是个机会球啊 他就操网了 正守失误太多 没错 这位球迷说的是啊 刚在第三局上来之后 方博这个正守失误 明显偏多 好球 方博还是利用他 在这个台内 白短的控制上 他还是占据机优势 利用白短 拿下一分 长的 嗯 我们看 周凯这名选手啊 他的中远台 正守扶圈的能力 中远 的确是出众 他这个不但是在退台之后啊 他的中远台 正守拉 他落点深 质量高 而且他的线路 打得很开 这名选手 非常擅长 中远台技术 我觉得 周凯在这个 正守卫有些 技术能力上 和周宇啊 和周宇 有些类似啊 有些相似的地方 我们看方博 这个发球 哎呀 这个发球 不长不短啊 不长不短 这个 被周凯拧拉得很舒服啊 被周凯拧拉得很舒服 直接是 直接是一条大直线 测身被发球 被对方直接 被接发球的一方 直接拧拉直线的话 几乎就没什么机会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啊 好球 方博在前面正守 出现了连续失误的时候 关键时候 还是改用正守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就是应该对自己的 技战术 有信心 关键的时候 不要因为前面的失误啊 关键的时候 出现犹豫和保守 刚才这本 侧身冲 很果断 哎呀 这本球 方博 真的可惜 周凯这个球 发的有点偏高了 发的有点偏高了 周凯现在是主动的 会选择退台 打向吃 因为球迷说 今天八一不赢 明天就不去上班了 这是 绝对是 绝对是贴点球迷 绝对是贴点球迷 球不赢的话 连班都不上了 很担心你的 这个饭碗问题啊 咱们还是激情看球啊 但是要 还是要理智对待 现在双方打成8比8 好球 哦 方博的这板 正手的吸短 控制得很漂亮 现在方博 对周凯这种 主动退台之后 正手发力 明显是加强了保护 刚才被周凯反拉之后 顶住了一板 哎呀 今天 周凯在关键时候的 发球上 表现得不错 吸短 很短 很短 我们看周凯这么快的脚步 也只能是放球心探了 够不到了 我们这山东的球迷立刻 立刻 也在表明决心 方博不赢 我不睡觉 嗯 方博的这板 偷长不错 这板偷长不错 很突然 一位叫呵呵呵的球迷说 八一不赢 血也不上了 希望大家只是玩笑 哎呀 方博在 第三局 遭遇逆境的情况下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更出色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发挥的更出色 更稳定 头脑也更清醒 拿下了关键的 第三局 现在方博在前两局 2比1顶线 我们看 这个球 方博机会就出在那板 周凯的大力拉回头之后 方博是奋力地堵了一板 奋力地堵了一板落点 一路凯旋 周凯 我相信我们在现场 看球的这个主场的球迷 一定现在 也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 心情和我们这个 和我们在我们网络平台上 观看我们阿里体育和 优酷体育直播的 这个球迷心态 今天是一样的 而且由于这个现场气氛 我想他们可能 可能会更紧张 方博的率先上手 失误 在上一局当中 其实方博在 在开局和终极阶段 尤其是开局阶段 正手连续的失误 但是他后来在 在这个末局的时候 关键球上处理的比较好 这种球 打到周凯这儿 形成这种正手连续拉的话 周凯是不会放过的 在我这个赛季第一次 转播这个八一队的比赛当中 就是周凯对阵 这个庄职渊 在那一场比赛当中 这个周凯的正手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正手对拉 没有让庄职渊得一分 而且周凯的这板 加转的这个下选短球 对方博威胁比较大 这板球 就是我们这个球迷经常说的 死转 我们看周凯 在退出去之后 他的正手 这个发力的弧圈 虽然很好 但是在这个中进台 正反手转换 快速的转换的时候 他的这个正手能力 还是会有一些失误 周凯也是判断失误了 这个球 方博是发了一个 逆拳转的下选球 但是假动作做的比较逼真 周凯我们看 在刚才这个接球的时候 板型还是比较亮的 就觉得这个球没有 应该是一个不转 结果这球直接就下了 板型球迷说 周凯赢了 我明天就好好写论文 如果周凯不赢呢 难道我们论文就不写了吗 你知道我们的球迷都是 表达一种心情 表达一种心情 好球 周凯在这种双方的 反手相似中拿下一分 不容易啊 因为反手对反手来说 周凯对方博没有优势 刚才那位球迷回答了我的问题 说周凯不赢我不写 因为下周才叫 就是说如果周凯拿下比赛的话 你明天会乖乖的写论文是吧 只能为双方球员加油啊 因为我们很多山东的球迷在这 说方博赢了的话 我明天也要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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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周凯在第四局 中局阶段 五比四啊 暂时领先一分 反手 一个逆旋转 哎呀 方博在和周凯的这种 正手中演台的 这个相似对拉当中 还是稍除下风 还是稍除下风 刚才方博的前两板 其实已经在这个落点控制上 对拉的落点控制上压制住了周凯 他拉的是周凯的这个反手围 周凯的特身比较勉强 但是这个周凯这个正手 这个能力强在啊 首先是他在困难的情况下 正手能够把球这个拉上周凯 而且还有一点的质吧 方博强行侧身 对 我们看就是刚才这个球 哎 不好 周凯刚才那本反手白短不错 但是白短之后 周凯 在准备 拉这个出台球的时候 退的稍微有些远了 这个方博的这个 方博的这本回摆 也还是控制的还不错 双方刚才那一本 非常漂亮的对拉 方博率先失误了 一位方博的球迷说 如果方博不赢 明天我就要背一天输 看来你平时是 这位球迷应该平时是最怕背输的 拿这种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来惩罚自己 就是希望方博能赢下来 三天结束之后 现在目前是方博 6比7 最后一分 方博的球权 还是逆选 一个顺旋转 一个顺旋转 下拳 效果不错 7比7 又到了 又到了 关键的局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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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候 方博的一板运气球 擦了一个死网 这个球 周凯在救球的时候 又一次滑倒了 我们记得在上一场 上一场对阵 在这个八一大城对阵 梁静坤的时候 在梁静坤一个 变线的这个 超级的一个变线球前 周凯哭救的时候 也是 当时是摔倒到了地场 而且把双膝都磕破了 当时周凯是磕破了双膝 然后下场擦了一些点酒 简单的处理一下之后 又是上场 坚持比赛 刚才那个球 周凯真的是非常拼 擦了一个死网 周凯还是飞身扑救 刚才那球 不光是膝盖 磕到了地上 而且我们看到 持帕的手掌 由于身体失去了平衡 也是磕到了地上 哎呀 这个球方博 这个球方博 是充分相信自己的正手 这个球 周凯是充分相信自己的正手 方博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 出台球 不仅是出台球 但是一个小三角的出台 周凯居然是侧身正手了 这个在现在 这个在现在的球员 反手能力的比较突出的情况下 很少有球员会选用这种战术了 这种球 我们以前看到 这个在韩国队 还是直拍单面拉的时候 韩国队员会经常 在这种反手为小三角 依然用侧身去拉 周凯刚才也是一个 可以说 也是战术上的一个冒险啊 因为他那个球 拉出来之后 整个正手的空当全出来了 方博 没有防上 哎呦 周凯又是脚下一滑 但这本球拉得非常有质量 十一比八 周凯拿下了第四局 又是一场 抢气大战啊 如同是 张超和樊建东 第一局的比赛 双方再次打到了抢气局 我想现在双方这个球迷的心脏 是不是已经超负荷了 技术优势 但是这个球被 方博堵了一板直线 方博开局非常好 二比零领线 方博很有经验 在开局 二比零领线的时候 发了一个正所谓的直线转球 而且这个是一板 一板死转球 他可能预料到 周凯会用反手台内力 强行上手 所以说发得很转 发得很转 而且落点发得很偏正手 周凯现在在抢气的比赛中 零比三 好球 今天周凯 这个加转的下选短球 其实同样 对方博的限制也是非常的 对方博的限制也非常大 方博在这个五局比赛当中 直接吃这个 这种下选的短球 加转的下选短球 已经有三四个了 明显是板不转 明显是板不转 方博判断的很准 直接借对方的球的借力 借力直接是 拨了一板直线 这个球 好球 周凯反手上手之后 直接是退半步 侧身 正手甩直线 这板球打得漂亮 我们看周凯到了关键时候 他一定是会想尽办法 来使用他的正手 我们聊天室里 现在为这个双方球员 来加油的球迷 刷屏刷的我是眼花了乱 真的是眼花了乱 而且能看得出来 现在在看我们这个 直播的观众 在关注八一和山东鲁能 这一场的观众 明显是更多 一位球迷 把我称呼为叔叔的球迷 再说叔叔我怕 这个萌卖的好 卖的一手好萌 球迷说我快死了 这个应该是八一的球迷 因为现在周凯是在抢击中落后 哎呀 真不如还是台内的正手 正手顶先上手 不然不错 很好的正手位 反拉失误 方博的确经验是 更加老道一些啊 在白短图上我们看 方博刚才那个球 落点打得很凋啊 明显是 给了周凯一个 正手位的小三角 来了 方博还是通过 台内白短控制上的优势 抢到了主动 拿下了决胜局 检际 打他 打他 拢了 打他 打他 打给他 打出 好帅 发球操网 有一位